大批警方媒體助手氣氛肅殺 位在泰國首都曼谷的艾呂灣 軍越酒店 十六日驚傳離奇名案 六名外籍旅客 三男三女 分別沉濕房內客廳及浴室 死者全是越南籍 其中兩人屬於美國公民 泰國警方表示 命案現場沒有打鬥或被搶劫的跡象 事發前他們曾經點了客房服務 桌上餐點都沒動 但有喝到一半的咖啡跟茶等飲料 初步研判可能是氫化物中毒 警方表示當時明明有七個人登記入住 現場卻只有六具遺體 人間蒸發的第七位房客 是否就是下毒的人 目前已經將一名導遊帶回警局審訊 全案朝商業糾紛及邪教兩大方向來調查 知名酒店爆發重大命案 且案情顯然不單純 還驚動泰國總理親赴現場視察 美國國務院接獲通報 也表達高度關切 根據泰國媒體報導 警方研判受害者被發現時 已經死亡約二十四小時 除了全力追查消失的第七人 全案還有許多詭異之處 包括死者分住五個不同房間 最後都死在同一間 還有兩名受害者 生前似乎企圖爬到房門口 也有人質疑泰國警方說辭反覆 一開始對外說是槍擊案 法醫調查後才改口為毒殺案 飯店血案疑點重重 還有帶警方抽絲剝繭 三地新聞科亞韓報導